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久久不能消除恶业 亏得潜心研读《地藏经》 得到了地藏菩萨的指点 最终躲过死劫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年轻时因为纯吃 胆大妄为 未谈口腹之欲 曾经挑过两条大菜花蛇 一条乌翘蛇回家 并亲手用钉子活生生定进舌头 在他们还没有死的时候 就活剥皮 争食 导致几年后 我的身体出现毛病 去了医院也治不了 不但如此 我还经常梦见屋内涌进大量的蛇 多到能把门堵死 它们全部涌到我床上来 我怎么扔都扔不完 十分恐怖 学佛之后 我年年都会专门超度那三条蛇 几年后 我遇到一位精通周易的前辈 对方简要地描述了我过去做过的事 并指出 我家里有蛇有走 情急之中 我忍不住向地藏菩萨抱怨 年年超度 怎么它们还不走 没想到 当晚我在梦中得到了答案 我梦见一个火炉 上面有三条肥肥的菜青虫在蠕动 我一边和地藏菩萨说话 心中却十分厌恶这些虫 我心里一再告诫自己要忍住 但最终 还是趁菩萨转头之际 迅速把这三条虫弹进火炉里 还安慰自己是它们自己不小心掉进去的 这时候我醒了 我大为惭愧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真是太虚伪了 根本没有诚心超度 狠狠忏悔后 我再也没有梦见过蛇 2017年年中 我发愿要开始精进学佛 12月份的时候 我在打坐时 突然看到 在一地落叶中 有一条大菜花蛇在游走 它看起来非常温顺 我充满爱恋和歉意地 用手不断地抚摸它圆圆的头 景象消失后 我知道是蛇来求超度 于是发愿为它们诵 大乘梨文字浦光明藏经 和49部地藏经 在我念诵完第48部地藏经的当天 晚上我梦到自己在挖坑 里面钻出密密麻麻的咖啡色小蛇 开始我心中并没有伤害它们的想法 结果它们飞快地爬到我身上 我不断地把它们揪下来 其中一只爬到我手腕的小蛇 突然张口咬住了我的衣服上的扣子 把我吓了一大跳 瞬间起了嗔恨心 用挖坑的瑞士刀 几下就把小蛇头砍得稀烂 醒来后 我欲哭无泪 这是地藏菩萨见我 快送完49部经了 设个模拟场景来考验我 结果我的心性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还是没过关 真是白学佛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一直在深深忏悔 我当年那么残忍地杀了他们 而他们仅仅只是咬我一口 这报复太轻了 后来我又有一次梦见蛇 其中一条淡黄色的蛇相当温顺 神态十分可爱 而另一条深黑色的蛇 不时想咬我 我捏住其七寸 准备放进大袋中送走 由于担心它透不过气 特地把口袋打开一些 没想到黑蛇一下子钻了出来 一口咬住我的右手臂上 真是却完全没有痛的感觉 梦此即醒 那蛇的鳞片 以及蛇身强劲的牛柏 异常清晰 如临其境 我想大概他们走了吧 2016年的一天 我正在家中读地藏经 突然感觉 头左侧空气震动 感觉有个出现状 长长的东西 钻进左脖 向头部努力游去 我瞬间惊呆了 过去我曾经梦见过的 这种情况 但在现实中 遇到这还是头一回 但是我心里清楚 该来的逃不了 当初我用钉子 钉进蛇的头部 如今我的头部 也肯定埋下了隐患 2017年 我开始送楞严皱 结果 从脖子的左侧 一直到头顶 出现了剧烈疼痛 整整疼了一周才好 然后今年上半年开始 头左侧又开始疼痛 我一边忏悔 一边请中医调理 慢慢地才变好 希望大家看到我 因为杀蛇 而反复遭遇果报的经历后 一定要戒杀放生 因为果报实在是太痛苦了 如今又是农历七月 我发愿再为被我杀掉的蛇 念诵四十九部《地藏经》 以及大乘黎文字《普光明藏经》 希望它们能够解除精神 和身体上的痛处 往生善去 将来转为人生 能听闻 受持佛法 永托轮回之苦 我人生当中 难以放下的另一个痛 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宝宝 当时我怀孕才两个月 但仍然很贪玩 听有人说某处风景风光不错 而且坐在车里即可观光 于是就去了 到了那里才发现 全是阳长小道 车进不去 也回不来了 只得硬着头皮走 整整抱走了八个小时 结果冻了胎气 等到晚上扎营睡觉时 半夜突然惊醒 然后听到肚皮上 空得有一个男性 发出非常绝望的叹息 哎 当时我不以为然 次日还是把它当成趣闻 讲给好友听 结果回来一周后 感觉不对了 据检查才发现 孩子早已胎死腹肿 轻宫时 我看到宝宝 已经成型的小身体 它已经长成了 纤细的四肢 我当时心痛地抽搐 我的宝宝啊 你是来报恩的呀 否则在人际罕见的峡谷里 若是半夜流产 出现大出血 哪里能及时 抬回来抢救我 他是有多不舍得我 走了之后 又在房子里待了七天 从那以后 我年年都会为孩子超度 几年后 曾梦到一个穿白衣白裤的儿童 他脸色苍白 似乎病奄奄的 去年年底的打坐时 我再次看到了 身着蓝色衣服的孩子 他的形象 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年 然而脸色仍苍白 抓着我的手指舍不得放开 那种恋恋不舍的模样 让我泪水 夺眶而出 我当下发愿 要为他送四十九部地藏经 愿他早日投身到 资财俱足 能疼爱他的好人家 一定要听闻 受持佛法 早日正得菩提 想想我这一生 除了沙业 其他需要忏悔的地方 还有很多 就是三天三夜 也难以颤进 如今我走进佛门 更有幸进心经学习群 和大家一起精进修行 这是我这辈子 最正确的选择 在跟随当下 自在老师学习心经 抄写心经一段时间之后 我的头痛症逐渐减轻 乃至到现在都没有再复发过 我想那些蛇已经原谅我了 十分感谢他们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原谅了我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我不会步入佛门 更不会精进修行 当下自在老师曾说过 那些与利益有关的事情 一定从如法的忏悔开始 忏悔是一件既可悲 又可喜的事情 如同我们在亡人面前忏悔那样 似乎所有重要的事情 都缺乏极早认识的智慧 可喜的是 我们终于可以撕开假面 回到终极利益的清醒中来 回想当初 我虽然为杀蛇的恶行 忏悔了很久 始终却没有真心反省过 不但自己一直受苦 他们也没得到解脱 今天我第一次鼓起勇气 在大家面前 坦诚自己做过的罪业 只希望所有看到文章的师兄们 能够引你为戒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愿所有人都不必造我造过的业 也不必受我受的苦 愿我所伤害过的一切众生 都能解脱痛苦 愿有缘的人们 能在我的视频中 好好地体会其中的佛法异地 使自己的修行日日尽异 南无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